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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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古代的二位家里 如果平时呢 恐怕很多朋友的目光 会注重在他们两人的身上 但是今天我发现 大家对这件东西 情有多重 怎一个美字了得 怎一个润字了得 大家记住 记住了 看玉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温润二字 温润如玉 几位嘉宾请到前面来看一看 请介绍一下给我们介绍一下 眼前这件重器首先说它确切的名称应该叫什么 那这个 corr Terror 那支 因而这件东西就是强龙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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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e Area 一个大眼座 按照目前这个 和田白玉这个资料 来做这个瓶 估计要三千万 但是这个瓶 按我们的古董交易的价值来讲 我给它的股价 有个一千八百万 到两千万之间 现在很奇怪 就是说从印玉 就是缅甸翡翠 到阮玉 以和田玉为代表 新宫卖过老 真的是这样 因为现在 意料太金贵了 一般呢 采到一块 很好的和田料 人家都舍不得去 把它做成 做成一项工艺品 意料 以前我们是 以公斤算的 现在是以克算的 就不一样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哎呀 真的是很难得 有这样的东西 这里面是掏空的 是不是 一个整块的预料 对吧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将进入最后的 竞猜环节了 天下收藏 规则如下 现场共设两位带队嘉宾 及六位麻辣评审成员 每个人面前有一个灯箱 它既是表决器 又是计分器 大家用亮灯 灭灯的形式 表达观点 每答对一轮 则亮起一盏白灯 三次都猜对者 获得由栏目组提供的 音乐罐一个 嘉宾则获得 由北京保利国际拍卖公司提供的 成交价 两亿六千六百八十万元的 徐飞鸿先生的剧作 九州无事 热耕耘的复制品衣服 好了 我们掌声激励 嘉宾跟麻辣评审 能赛出好成绩 同时欢迎 第一位藏宝人 出场 百玉巧雕 浮瘦百将 我今天啊 可带领这样打了 这也可能就是打钱了 热出嘉宾诸多争议 东西都是欲盖迷招呼 这那层皮啊 是转于我们视线的一个眼 会有一点问题 因为我的手本身就是 很欲润的 真的啊 好 好 好 我想说话 我想说话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李志源 我从三岁就开始收藏 那会儿我收藏什么呢 糖纸啊 冰棍棍 瓶子盖 还有电光纸等等 都是一些啊 不值钱的东西 鸡毛蒜皮的东西 我今天啊 可带了一件大的 这可值得打钱了 它是白玉雕 福寿双拳百戒 是轻中期的 这东西啊 是精品中的精品 我们的估价是 五十万人民币 但是我得声明一下 它是我们家亲戚的 托我来带来的东西 亲戚呢 就是我来之前啊 一再嘱咐我 一定要跟评委啊 或者王刚老师说一事 别把咱们这东西 给看错了 是吧 就是五十万人民币 让他们给咱们 多估一点 王刚老师 行不行啊 那你是他们三的意见 谢谢 平白平白 谢谢 拜托拜托他们吧 谢谢 同时呢 都是人嘛 大家之间 恐怕要互相影响 从理念上到情感上 他们也受他们的影响 是不是 其实我就是个执行者 一个组织者 一个串联者 好了 接下来 到前面来 请上演 建设家也请 仔细看 我不会是玉的持有者 很多礼貌 一直说谢谢各位 拜托各位 我们虽然前面看到了重器 那真品无仪 那是给我们做一个参照 但是也不能够完全 用那一件公平造办处的 雕工来衡量一下 每一件艺术品 好了 咱们一眼便增加 五 四 三 二 一 请选择 你们是给五周同灭灯热烈鼓掌吗 其实我觉得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为什么看出来的呢 我没有看特别仔细 因为刚才王刚老师说了呀 这儿就是这玉啊 要温润 对不对 对 刚才那个 我旁边的王良呢 用手 用手 那个玉一拿起来的时候 它那个玉的润色 还没它的手润呢 先先玉手 对呀 拿起来一笔的话 差太远了 你是不是今天抹什么东西了 怎么那么润呢 我想说 没有 因为如果你拿我的手 做参照物的话 可能会有一点问题 因为我的手本身就是比玉润的 哦 真的 哇 哇 王刚老师我想说话 我想说话 哎 人这位受不了了 要说话 你的比的不对 有何不对 那你跟美女的手比 然后 我想 跟我这老太子手比 可能 她应该是 绝对没错 真语就是真的 我来帮你说的 那跟老头比呢 哈哈哈哈 我告诉你啊 比我的手啊 还要粗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上面有一层那个皮 对 很多知道那个带皮的 一个玉 十余前就在皮子上 玉皮子 但是有这么一个问题 那个皮显得有点 特别干的 有点干涩 有点七十岁老太太 那个皮的感觉 但是这是几百年了 这几百年的历史了 几百年它应该是越来越温柔了 但是我要跟你说 周童 我不是说完全否定的地点 我是在替你辩解 因为料不同啊 你这要籽料 籽料 山流水 跟彻底的山料 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相信这么一句话 因为我学音乐的啊 我觉得 这个玩古玩和搞音乐 也是相通的 没错 玩到最后 是一种美感 这个玩意的话呢 就是翻过来还好点 看肚皮那个还好点 它这个正面的话 我觉得不够美 第一就是说 它那个是一个什么老头 还是巴的那个 是什么 猴啊 不是老头 是老头啊 是猴还是头啊 老头啊 猴啊 这是两个仙桃 它那桃也不对啊 那桃 怎么就像烂了 这不是桃 它因为我鼻子嘛 王老师 那么这个我来解释一下 那个真假我就 我们就不讲 当然 我们就讲它 这个就是一个 灵猴 像素 古代的 一些极品的东西 它都有带一些寒密 那这个皮的话 都很自然的 是真假也可以 皮也可以做假的啊 那我是点评就是 它这个是一个 人猴身 这个一时猜 我想问一下这个专家 一个小问题 我一直困惑 就是为什么猴都爱吃桃 我知道为什么 因为花果山就是桃比较多吗 没有种苹果啊 你那是正解 桃山吗 我是 不是 是因为猴子的那个手上 爪子特别好 那个桃吧 它上面有那个东西 它那个枣子才能越念越腻 如果是苹果的话 就没那层毛 让它练习它那个爪子 我觉得对吗 我还以为是因为猴比较淘气 所以它爱吃桃子 不是 那为什么 这个桃啊 它是咱们中国人 就是给老年人过瘦 都是要瘦桃 这个桃就是象征着长寿 是 它是这么象征的 长命百岁福禄东海 但是吴州同样是 这个事是要叫起汁来的话 那为什么不是 苹果难道不长寿吗 对啊 那它是什么叫汁了 桃容易烂 苹果不大容易烂 苹果是平平安安的 是吧 苹果平平安 桃咱们历代就是象征着长寿 桃气 所以这就是 所以啊 为什么有一个老猴 头上有咒纹 就说明这个桃子长寿 这个老猴已经很长寿了 因为古代的人嘛 他尤其是 这个好像不应该这么解释吧 孟佛也有咒纹 祝这位老者像老猴一样的长寿 可以啊 这个老猴像烂桃一样的长寿 咱都愿意看猴 这位桃就是象征着长寿 你就不发现呢 那猴子就抱着母猴 怀孕小猴吧 也一个跟小老头似的 他就那样 但他没有那么多的褶吧 没有 你要是看着星象 那跟头都折的 关键还有一点 就是那个桃 你会怎么能是扁桃呢 应该是圆桃才好 所以他受这个料的限制 对 王刚老师说 对 我有一个问题 想问一下专家请教一下 因为我其实喜欢玉 但是我也不太懂啊 玉不管是雕成什么样 肯定是要有美感 而且助瘦嘛 那肯定让人看得舒服 他是非要带着这个皮子嘛 如果不带皮子 这个桃岂不是显得更好看 现在带着皮子的这个桃 我看得特别像生尖角 看着不像是桃 是因为他就是那个料 他如果说 非要带这个 他这个 再重一点就糊了 对 就是那个料的关系 听听专家 专家让你们相信都插不上话 因为他这个 这块意料 它是收他的意料的限制 他构式这个图案出来 因为他的料 没办法 叼得那么锋芒 我特别喜欢掉的这个皮 因为这个 一般纸料的就有带皮的 虽然有带皮的 人家在制作的时候 通常都会把这个皮给留下来的 咱们接着 可以别着急 还有二次 太虚实 五 四 三 二 一 请选择 好了 接着这一 就是我这个对这个玉吧 就是一个叫皮 一个叫糖色 还有一种呢 叫翘色 就这个呢 我觉得就是 在这个平时收藏过程中啊 老分不清楚 你看像今天这个吧 他们都说是带皮 但是我觉得像是有一点点糖色而已 而且呢 我想就是咨询一下专家 就是关于这个玉 咱们就定位 它是玉的话 那么中国产玉的地方很多 那刨去和田以外的玉 算真算假 说这个如果是河南玉 或者是秀玉 算真算假 我跟你说 我斗胆在这给你 做一个标准 比如说这是昆仑玉 和田玉 阿富汗玉 俄罗斯玉 都可以算对 但是如果是河南玉 如果是秀颜玉 但如果是翡翠呢 那它又是更值钱了 但它不可能是 是不是 可以这样这样认为吧 是吧 因为凡是透闪石 我们都叫做和田玉 那么它的硬度 一定比你说的 河南的玉要高 因为河南我们叫南洋玉 它硬度要比透闪石 要那什么低一些 我们秀颜玉 因为它也在硬度上 一定要比这个透闪石低 所以凡是透闪石 都叫做和田玉 好 谢谢老师 这个解释 非常科学准确 明白了吧 一号 我觉得这个玉的真假呢 这也真看不出来 我不是专家 但我觉得有一件事情 特别不靠谱 因为这位阿姨上来就介绍说 她从小就喜欢玩收藏 然后玩收藏的那些东西 都是特别不值钱的东西 晚上她又说呢 我们估价 那肯定是跟她朋友 一起估的价 你说你朋友 从小都认识你 肯定知道你不靠谱 怎么可能拿个 五十万的东西让你来 您 不是 不是我不遵恼爱幼 是我真的觉得 您出门都得有人给您让座了 您说你带着这么个东西 我觉得您朋友 要是三五 至于的吗 你这太过分了 不是 我的意思是提倡电视机前的广大年轻人 应该给 我们卡尼 王冈老师 有人给您让座吗 我不需要让座 不 王冈老师 我也不需要让座 王冈老师不是才三十 我现在还自己开车呢 您三十七吗 不是 我还只想自己坐车呢 您三十七吧 我三十七 我都快七十三了 真假 咱不计较 咱们温润啊 温润 不是能 就希望嘉宾 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回答一下 就为什么你朋友 愿意把五十万的东西 就来给你这么拎 亲戴就来了 回答 我刚才说了 是有家亲戚的 我们家亲戚肯定就是 我们一块从小长起来的 对 我说万一砸了 那你拿个堂子给他吗 你拿你收藏的那些堂纸 还给他吗 我刚才那已经是一个引子 那是我收藏的 那么人家收藏的是值钱的 我收藏的是不值钱的 而且我跟你说 你说的值钱也好 不值钱 我不敢苟同你开场白讲 那一句话 三岁就开始收藏 收藏的是什么 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呀 现在你在打开儿时的那些东西 我都散失了呀 我小时候当然堂纸 一般南海都不玩那个 我们东北啊叫山派气 这边叫山什么 北京边 山洋 洋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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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东北是派气 你听派气派气 这就派气 东北山的那个棉裤这都没棉 因为玩赖呀 违反规则东风铺 棉裤也肥 就这么山 所以说从小收藏的东西 你们要珍惜 那是给了我们一段非常美好的 甚至是哪怕痛苦的回忆 都是你人生难得的一段经历 收藏的意义很广泛 好了 关于这件 我们还有一次给大家试真变假的机会 我们先请出鉴赏家的意见 请 好了 各位认真想一想啊 三番 第千贵 五 六 四 三 二 一 请选择 好 六号 小胡为什么你改了 上手我感觉它很冰凉 符合这个玉制材料的这个特性 手感很重要 对 四号 我个人认为就是 我刚刚我也上手摸了一下 我感觉这块料呢 它是玉 是没问题的 但是呢 它不是清中期的 嗯 没有时间没有这么长 那一会儿建设家会给我们意见 吴周冬为什么坚持自己的意见 其实非常简单了 我觉得 很多东西都是欲盖弥彰 嗯 就那层皮啊 是转于我们视线的一个掩护 嗯 你认为是人工做的 对对对 因为现在做皮的工艺 据我了解的话 非常非常的厉害 就是会让你觉得 哎 很天然 看不出来 它是人工做的 究竟怎么样呢 请出护保锤 谢谢 谢谢 好了 我一句生死文书签过了 签过了 犹豫了一下 我因为 签过了 王老师 我可以说一句吗 您说 我说就是为了这块玉 就这两天一说做节目 我招了大吉了 您才会这嘴胖 我就怕您给他砸了 那你就 那就现在退出 那也不退 你看还不退 因为我要退了 我等于白来了 对 如果是真的 这是一块玉 咱也不能一言都要求 你是什么乾隆的 什么造反处的 对对对 他只是您刚才不是说了 他只要是玉不就得了吗 他只要是玉 也不是我们东北那个秀颜玉 就讲给你有影视牌 没有限公司提供的金牌一杯 如果不是 就是河南玉秀颜玉我都不砸 我砸的是 它是这个合成材料 有的那个糟糕 那个玉粉呢 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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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头粉呢 白磁咧的 弄一弄弄的什么东西 是不是有那种东西 阿姨拿回去 阿姨我真的跟你讲 没有任何亲戚关系 值得起五十万来做试探 所以还是拿回去 你这个 这个 这个 说得很好一号 我真怕你叫一声奶奶 你拿回去吧 退不退 大家说都退不退 退 不退 不退 不能退 我相信因为我们这个 不是君子以玉彼得嘛 在这个玉的这个专场里面 大家一定都是颇有君子之风 都是很善良的 充满仁爱的 所以每个人都说不退 那是坚持让你把这个东西 别的呀 不退 不退 好了 打开就全完了 专家鉴定意见 白玉 雕 灵猴 献 寿文 摆件 还是个摆件 摆在那的 也可以叫摆件 摆完的 是吧 你感冒了 预质温润 食皮自然 刻弄精致流畅 你说的什么时期的 中 清中期的 经鉴定为 清中期白玉雕刻精品 市场估价约十八万元 好 请林少杰先生为你颁发金牌 阿姨 阿姨 我保护你 好 恭喜你 这会心里踏实了吧 谢谢王刚 阿姨 谢谢 谢谢大家请坐 好了 再次谢谢各位的参议 谢谢大家 更热的掌声 欢迎第二位藏宝人出场 年纪轻轻 原戏收藏 从小呢 外收藏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 两年前 在一个拍卖会上拍到的 白玉藏品 价值几何 但是我觉得他这东西挺对的 白呀 东西白就好 不太像玉了 太白了 而且里面没有玉的那种棉絮状啊 甚至于柳啊 那种 清晨 天上收藏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自我介绍一下啊 我叫李伟 从小呢 酷爱收藏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 两年前 在一个拍卖会上拍到的 清朝 白玉雕 瑞寿文玉带版 呃 其实这还有一个小故事 我呀 在拍到这个之前 两年前嘛 我的工作非常的烦泪啊 容易做梦 晚上就梦到一个 武士身披铠甲 手持宝剑 骑着一个四脚兽 在天上飞 之后呢 我就遇到了借鉴藏品 所以说我跟他有不解之缘 今天我给的 大家的最低次报价为 十八万元 谢谢大家 嗯 做梦 梦想成真了 天底下居然有这种歧视 来请上演 专家请 我刚才看见大家在 渐渐变这些义气的时候 好像有人的态度已经都出来了 那好 就表达一下吧 一眼便真假 五 四 三 二 一 请选择 嗯 大部分的灯香跟你那块玉一样的白 为什么 我想问一下你说这是清代的玉带是吗 对 可是好像玉带是不是到清代的就已经废纸了 就是不会官员就不会再配玉带了 那个确切的说是带板 带板 一块一块的 所以我不知道这是我第一个疑问的地方 第二个是我看的一个指管 我看起来好像似乎是没有什么缺点 可是我觉得太完美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是不存在的 那你每天 我觉得是假的 你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 那你每天早上起来梳洗照镜子的时候 是不是都要怀疑一下 我不怀疑啊 因为我很能接受我自己不完美 然后自然的样子 这不是《非诚勿扰》咱们说玉啊 我 我想问一下这位藏家啊 您说 你是做了一梦然后捡了这个玉 对对对 我昨晚上也做了一梦 我梦见我会遇到一个骗子 但是 您梦到的骗子是谁啊 对我 那还用不再往前说嘛 对 首先我说一下我对这块玉的一个直观的感觉 我用手一摸 我还拿手呢 温润的雅色和谈而有 而且后面的那个皮带那个扣那个地方啊 那个带扣的地方特别的干净 而且呢有明显的用就是用什么机器啊 或者用那个错刀刚错过的也就出场两天左右 玉这个东西啊 不管它是清不清代 哪怕是当代的 它是不是一块玉 这一点很重要 当然我们在阐述的时候能够说出理由来 我证明它是明代的清代的 被废除了 但是在民间却保留了下来 因为腰间的一个配饰 所以我们觉得就是两种概念 他刚才说玉带 所以我就 对对对 玉带扣 我们所谓的玉带呢 都是长方形 对啊 而且楼雕的比较多 好我们先请出介绍 今天的意见 然后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好 请 好 谢谢 好了 二次 看虚实 五 四 三 二 一 看真的越来越少了 刚灭灯的是谁 我就觉得奇怪 就是 怎么可能有人 可以在做梦的时候 就可以梦到自己的 明天就可以得到一个东西 我觉得年轻人有梦想 真的是好事 因为我可能比你还年轻一点 那我是觉得老做梦 你怎么老做的 别人都比你老 不是 这种自信是来源于 你看 就是看看 您看他现在脸上的那种沧桑感 您再看我现在这种 朝气蓬勃的感觉 真会夸造你 但是我这儿 因为我这是老眼灰花了 我看你啊 你带那个是 好像是我当年检查 是否近视多少度的做试验的 一个情况 没有 您当年肯定是穿越了 您能去清朝 你还不能来21世纪吗 嗯 真的 他这个他这个我第一次 这个我都累得慌看着 哦 你说 这是我们大夫的意见 这小伙子啊 以后拿东西啊 千万别说做梦的事 我有一次做梦啊 夜里做梦 梦见变成送空了 还长得清晰吧 然后你醒了一摸脸 然后还又有毛了 后来一看还是正常的 所以你这个 说得有点离谱 咱就说这个玉啊 你这个是不是玉制啊 不再像玉的 太白了 而且里面没有玉的那种棉絮状啊 甚至于柳啊 那种特色 我觉得玉之所以被那么多人喜爱 而且我们老说 玉可能是有灵性的 而且玉可以养人 可是刚才这块玉呢 我看到的感觉 我说的完美要打一个引号 就好像是一个橱窗里面的塑料娃娃 它是没有生命的 虽然它看起来好像 也确实没有什么瑕疵 但是正因为是这样 我觉得它完全没有生命 我觉得它就是人工合成的一个什么 好 谢谢 谢谢 不管结论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这团阐述挺有意思的 好了 最后给你们一次机会 三番定乾坤 四 三 二 一 请选择 就剩下一位 小胡那还坚持着 对 我觉得吧 他这个玉啊 特别的白 符合这个白玉嘛 为什么叫白玉啊 人家就是因为白 才叫白玉的 再有一个呢 人家说了 是做梦子 拍卖公司买的 我觉得呢 要不然就是他说瞎话 这是拍卖公司买的 拍卖公司买的 拍卖公司买的 不见得都对嘛 是 是不见得都对 没准它这是什么 无底价小拍之类的 无底价小拍也不见得都错呀 但是我觉得他这东西挺对的 白呀 如果是白就好 雕子也好 起码一看就是鸡鸡活 不是 他主要是 起码一看就是鸡鸡活 其实刚才说了半天 说这个玉是 这是不是真玉 陷入一个小误区 因为判断玉的话 我觉得真是专家才能说了算 我倒是从另外一个东西 我们推推理啊 刚才也说了 就现在的 如果是一块料的话呢 是不轻易去把它 做成那工艺品的 为什么呢 特别珍贵 他刚才那个雕工的话 确实太差 雕得非常的烂 那个雕工 如果真的是一块玉的话 其实是不是一块 特别贵的玉 我想也不会舍得 用这样的雕工 去给它雕掉 所以我觉得 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应该不是 我觉得议论也差不多了 你们的结论也不会改变了 对不对 好了 掌声谢谢他们 谢谢 好了 那我们就三请 护宝锤 好了 生死闻数签过了 签了 汗都下来了 这个如果真相得说的 这很真实 明不明 明不明国 您这就是一块玉 咱就讲给你有 北京营市拍卖 有限公司提供的金牌 一枚单入 不是 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千枪万任 我也不退 什么 千枪万任 我也不退 千枪万任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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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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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天呐 刚才这个砸都是坑 没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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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到时候突然一样 万一砸了 别绷着 这种是假的 砸了不可惜 你们可是宝贝 是祖国的未来 嗯 好了 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不退 不退 坚决不退 他退不退 不能不退 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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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大家觉得 这东西好像是 砸了也不大可惜 砸 狠狠地砸 对不退 坚决不对 好嘞 专家鉴定意见 咋的 不是 白色 真是白色 可没说理啊 白色雕锐手纹带扣 材料洁白细腻 雕工较精细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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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气光泽 更 整气光泽过于白亮 欠温柔感 且刻骨未见刀破痕迹 经键定为合成材料 制成的现代防品 你现在一看 更是如此了 谢谢你 别抱歉 小伙子 谢谢 谢谢 不好 对我还有一句话说 听说 我一定会回来的 好 但愿你能够带 带点 把这东西收拾好 没关系 好了 刚才猜对的美人 在亮起一盏灯 有几位已经跟最后的胜利 仅一步之遥了 掌声欢迎第三位 藏宝人 距离力争 维护藏气 传说呀 这一件东西 我得让王刚老师 给见证人一下 说得不及唱得动听 真的 我留下 假的 宋王刚 你要使劲 让他再垂下 大家好 我叫赵润奇 是个琴书演员 平常呢 也比较喜欢这个 那个这个珠宝啊 古玩的 可是呢 喜欢归喜欢 我可不懂 也没钱收藏 今天呢 是受朋友委托 带来一件啊 那个青乾隆年间 白玉丢 连碰纹的手把件 自薄价是 25万元人民币 希望大家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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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这个看物识人 看人也可以识物 我觉得这位 跟这东西 很靠谱是吧 很搭调 您刚才自我介绍 您是 平书 琴书 北京琴书 北京琴书 我知道官学增行 那是我师爷 您师爷 还有关于先生 那个生前 我是 我是那个 非常喜欢他的 特别是那个 舞台上的那个 那个 那个范儿 那个风度 真的是 那您能不能跟我们来 来两句 可以 怎么样 可以 今天 我有幸来到 天下收藏的现场 请王刚老师和专家们 来做坚定 仔细端详 谢谢 谢谢 真是有那个 官派的味 是不是 你看咱老北京 咱们这都平平联手 而且等这个土字归音 但是刚才吓我一跳 你知道吗 刚才我一听 仔细鉴定 是这词 我这不在折上啊 是姜杨折的啊 终于后边还有一个 什么端详 仔细端详 前面什么认真鉴定 没有 我说来做鉴定 来做鉴定 后边还有个 仔细端详 回来了 这就好了 好了 来 上演 诸位 见人家请 这个小挂件 这什么纹是呢 连捧纹 连捧纹 好了 一眼变真夹 五 四 三 二 一 请选择 黄良跟五周同 又意见不一了 五周同 其实第一眼看上去的 我想到了一个 《红楼梦》的一个人的名字 叫庙玉 就看上去很漂亮 但是我仔细看了看 这个庙啊 不太庙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那个 因为我注意到一些细节啊 第一 这些 去摸那块玉的时候呢 这位 哥们呢 一点都没有在意 如果是我自己 特别喜欢的一个把玩的东西 别人要去碰 可是我说了 玉不怕人碰啊 喜欢大家都来帮我盘盘玉 但是很有可能 比如说弄坏了或者怎么样 但是他那个表情的话 完全是觉得有点 就是不在意 好像这块玉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这是一点 还有一点细节啊 他那个穿绳的那个眼啊 我觉得特别的新 如果说他是一个常年挂在身边的 那穿绳的那个地方应该有一些痕迹 或者说有一些磨的一些东西 就通过这两个小小的细节来说的话 我首先先判断他是假的 然后我再看一看 好吧 可以 后面还有很多机会 我们特别想用我们这期主题叫 金沙解玉化其功 如何理解金沙解玉呢 三位 觉得我们这个玉的雕刻当中啊 大家知道现在我们去上一些卖玉器呢 都看见他拿那个坨子在坨 因为现在呢 已经我们机械化很 都是那个电的电动的机器 在坨这个玉 那么过去呢 因为没有这个工具 这个必须要用那个沙子 才能够把这个玉的这个大的 大的图案雕出来 完了 完了以后呢 再慢慢地磨 那时候叫用一种草 才能给它打磨光了 所以在过去的当中 我们做这个玉的当中 一定会很费劲的 过去为什么在雕刻当中有 这个跳刀的痕迹 那么现在为什么没有 因为现在走得很快了 所以我们在分辨这个玉的 一个新的和老的 从雕刻上也可以分辨出来 嗯 那么赵赵老师这样解释 我真的感觉到 我们应该重视古代的工艺 要提高它的 在我们心中的价值 说实在话 我对于一种新工 居然卖过老工 我不大认可 我替仙贤们感觉到有点委屈 我们万事不要光看结果 也要看这个过程 他当年做成这样 多么不容易啊 是吧 大家说呢 好了 我们现在二次 太虚实 五 四 三 二 一 请选择 还不变 一号你说 我觉得 你为什么否认 我觉得他是一个假的 因为他看上去 真的是非常的真 可是因为建于我旁边 站了这样的一个二号 大家看帅不帅 可是他是个女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可能看上去很好 但是有可能是个假的 你是不是觉得这一期 做的是玉的节目 所以我变得温润很多 就不敢跟你抢了 不是 我不能 我照须惹你了 我 没有 我是非常客观地讲 就是大家不要被表象所迷惑 因为像这种东西 就是很容易迷惑 你要看人内心好吧 谁是白血啊 我没说你 我说那个玉 连我这么老远 我这么大年纪 我都能看见 虽然这个姑娘化了淡妆 但她脸上已经泛起了红韵 您老是火眼金睛 你要想电机前 有您老这样的水准的 有几个 我们现场戴眼镜的也很少 尤其戴这种眼镜的很少 对 我们现场戴这种 没有镜片的眼镜的很少 没镜片的 对 你看 看走眼了吧 所以那个是假的 那对不起了呀 老少爷们就这么揍起来了 来 王梁你说 我觉得她刚才说的这句话呢 应该反过来一听 我觉得玉正是让我们 可以透过现象 看本质的一样东西 我为什么觉得它是真的 我觉得有时候 手工雕刻出来的东西 它是凝结了 那个刻的人的精气神 刚才我看到的 我觉得是玉 因为忍不住就想去摸它 我觉得玉让人有这种感觉 谢谢 好 吴周同 其实刚才王梁说到 一个玉和人的这种关系 但是你要注意看 它上面的那个 雕刻的东西是什么 这点你没有注意 所以你姓王 而那是玉 你缺一点 这个 这一点是什么呢 就它雕刻的东西的话 我仔细看了一下 它是一个莲棚 莲棚的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我们都知道 它是那个 就整个那个花败了之后的 这样一个东西 如果用这个来表示那种 就是锐啊 或者说福啊 或者说像那种吉祥的话呢 是不合适的 它代表是个三号 不尽得不苦 这个莲棚啊 我觉得它是 有一路莲科 有清莲的意思 它是果实 它不是败了以后再出莲棚 这个东西我看 雕工还是比较流畅 而且非常的温润 我感觉 这个寓意也非常好 挂在身上清莲 多好啊这事 是吧 好是的 这个莲棚啊 或者是莲花呀 缠之莲呢 代表着清莲 还有莲棉不断 另外莲棚里边是什么呀 多子 莲子啦 很多子啊 多福啊 多子多福 张老师 我能说一句吗 您说 您说六句都行 虽然我不懂这个 可是我听说 它这确实是真的 传说呀 这是这一件东西 从和珅府里出来的 我得让王刚老师 给鉴定了一下 这个这个这个 这就说的有点悬了 我也听说 悬了 话舌添足了 这就是 甭说这个这个 和珅了 就我帮您把那话接下去 您那话的意思就是说 甭说和珅了 就和珅里面的那小跟班 都不用这语 那也不敢那么说 那也就那意思嘛 就假的 好了 我们先请出建厂家的意见 好 谢谢 好好想想啊 咱们三番定乾坤 五 四 三 二 一 请选车 都不变了吗 武周同事坚守到底了 为什么那么坚定不移 刚才这个 王亮说 他去碰那块玉的时候 有一种特别想去抚摸的感觉 对 就我和他是恰恰相反 就我刚一碰到那块玉的时候 我觉得 手上那种感觉 不是那种温润的感觉 是一种 很深色的东西 而且呢 我一直是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说 现在玉的这种 做假的话 真的是到了一个 就是已经让人 很难辨别真假 所以我怀着一颗 比较叛逆的心吧 或者说一种审视的心 我宁可看错 不是 应该怎么说来的 错下一个 宁可 对对对 是这个意思 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呢 能够让更多的人 知道什么是真的玉 所以我一直坚持 但凡有一点 不好的感觉 我就不会认为 它是假的 这话我同意 非常好 你一定会后悔的 所以 我说你一定会后悔的 没事 后不后悔 无所谓 重要的是 人家吴老师这种精神 应该值得我 这种年轻人去追随 所以我坚定的 说你那个是假的 你不要总说你年轻了 我本来就年轻嘛 你长得着急了 那我也不能说 那我也不能说我脑啊 我说我脑你们也不相信啊 对对对 对吧 对对对 你现在越来越小了 5号 王高老师 我还是想支持一下 这位大爷 然后 我不知道这么称呼合不合适 他这个这个 你以后这样说不好 咱也别太近乎了 支持这位先生 尤其你众殷那个搞不好 尤其北京话这个 他这个大爷 你想 我想 我很支持这位大爷 不是 我很支持这位大爷 都不好 先生 女士 我想支持一下这位先生 因为他看建厂家 那个鉴定那个证书的时候 他的表情一直是呆滞的 所以我觉得你要对自己的这件藏品 有信心 我觉得你这个是优质的白玉 你看他白中泛青 色泽上温润 很符合那种 新疆和田玉的那种风法 看着挺 听清晰 听透 话都在领上 好了 该也来不及了 你最后还有什么临别赠言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好的 好 我们三请互保锤 谢谢 好 咱正经八百地问你一句 生死文术签过了 签过了 这个没有谁强迫或者诱惑你 没有 没有 自愿 那么如果这个真相你说的是的 你说的是个什么来的 清代的 清代 什么时期 乾隆 乾隆时期的 一个 调的 连蓬 文的 连蓬 嗯 这么一个画件 现在推出步 王老师 嗯 去 为 存 真 是天下收藏的宗旨 真的 我留下 假的 宋 王 刚 你要使劲儿砸 让他再垂下 哇 如此之坦然 那只有两种可能 咦 人家里有把握 这的确是真的 还有种可能 反正不是我的 挺好意动 我这要砸不住 你就去刺你那去 嗯 插给他抓住 真的 我一砸 没把他怎么着 要刺你那去 就是你的了 哈哈 穿谁那就是谁的 行吗 行 还不是他的东西 你看到没有 好了 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不对 大家说的对不对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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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急了 站起来了 咋不了 我们观众现在真逗 到我们这来的 大家感觉非常轻松 愉悦 刚才他说话 来一大喘气 咋不了 谢谢 我喜欢这样 就是学习啊 孩子们 就是我们学习知识呢 也是 你们也喜欢那种 比较幽默感的 很轻松的 这样的老师 是不是 其实专家 我们也喜欢这样的专家 讲出道理的深入浅出 让我们在一种 愉悦的 轻松的氛围中呢 学习了新的知识 对不对 哎 好了 不退 如果真像你说的是欲的 想给你迎时排 每个公司提供的 金牌一枚 如果不是 我们看看她的是 还是不是 7月11日 增珍珍画展在国家广电总局 老干部活动中心 成功举办 近年来 增珍珍潜心作画 一路摸索 绘画这个东西啊 它还是修饰你的心 埋头在这里头 我觉得天地非常广阔 心情非常舒散 舞蹈人物画 及工笔的严谨 血液的洒脱于一体 充分在线了舞姿的魅力 它把这个国画 当了自己的一个探索的一个目的 而且已经创造出来了 自己的风格 这样 我们学物理都知道势能 对吧 而且以这个 每秒9.8米加速度 是吧 下来 白玉雕 荷塘 情趣吻 你看人家 他说脸目头 这就很实在 你看人家 白玉雕 荷塘 情趣吻 手把劲 玉智亮白润则 雕工非常精准流畅 经鉴定为 清乾隆白玉雕 精品市场物价约 十五万元 谢谢 谢谢 那这么一双没准 还真是当年 何府流出去的呢 到你那去了 好了 我们请郑建生先生 为你颁发金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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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好小心 谢谢大家 我们这期说的是 玉 大家请坐 我们这期说的是 玉 开场我就说了 君子 以玉 必得言 那现在想一想 有关于玉的一些事 一些人 有君子之风吗 比如前不久出现的 所谓二点四亿的 汉代玉凳 那么就这些东西而言 和它有关的人而言 想没想到 玉是什么品德呀 想没想到 宁为玉碎 不愿瓦全的君子风范呢 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索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